早晨,展望後市方面,聯儲局將會購買投資級別的企業債券,將會有助於緩解企業債券收益率近期上升的壓力。 我們認為美國大規模的刺激計劃將會很快獲得國會的批准,投資者應該留意計劃有沒有助於恢復市場的信心。 而香港籃籌股昨晚在美國ADR市場都有所反彈,加上亞洲股市今天也高開,我們預期港股今天也會跟隨反彈。 個股方面,港股通的南向資金繼續大幅正買入貧信和建行,短期兩隻股份都會保持強勢。 而另一方面,部分大市值的香港公用股和電信股都是近期股價跌了很多,股息率已經非常有吸引力,投資者可以趁低積累。 而今天的個股推介會說回光大國際257。光大去年的純利增長達到兩成,去到52億元。 同時,公司表示復工復產率已經超過九成。 而另一方面,雖然國家補貼減少會影響盈利表現,但會有利於行業的整合。 而且公司手投現金達到123億元。可動用的資金是近400億元。為公司的資本開支和拓展提供支持。 估值上來說,預測成率是3.9倍,預測股息率是近7.5厘,股息率是吸引的。 我們給的目標價是4.3,紙舍價是3.6,謝謝。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盤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。 提速海基證券集團有關牌照詳情請參與以下連結。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股分發行人的財務權益。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、子宮參考及內部使用。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,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,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。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,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邀約或邀約招來或懇求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,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,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, 概不負責。 在را Argentina。 立場,